今年可是给你过的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 为啥 因为明年你就要上初中了 韩国儿童节嘛 可是我老妈也都是小孩子呀 可是你总是要长大呀 来吧 先看看我给你精心挑选的礼物 哇 我买这么多大书写呀 这俩打开 好的先给我倒好吗 肯定会惊喜倒 好的好的 咱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我妈买的我都喜欢 那就好 哇 老妈就是你给我买的耳机嘛 你也太懂我了吧 那必须的 我不懂我女儿 谁懂啊 你打开这个戴上试试吧 好的 看我买什么颜色 头戴蓝羊 背诵耳机 你最近英语不是跟不上吗 嗯 是啊 有了这个耳机啊 可以让你常进式学习英语 颜色好看吗 好看 哎 你再打开这个啊 这个是我买的钢笔 我特意选了 适合你这种初学者用的 你回头试试啊 写起字来 超级丝滑 听不到啊 妈你刚说什么 我戴这个耳机听不到 这个降到效果太好了 我说这个钢笔也是给你准备的 希望它可以拯救一下你潦草的字 妈你给礼物就给礼物呗 你不带人生攻击的啊 嘿嘿 怎么样 喜不喜欢 你要是不喜欢 我就直接给妞妞了啊 果然 我妈确实就是偏心 跟偏心说的一样 真是 我偏心吗 你等会儿 来这个 看 再说 他说我偏心啊 我偏心吗 哇哦 你一点都不偏心 我偏心吗 来 我偏心吗 你看 我还偏不偏心 我 不偏心 不太爱你了 你可太容易收买了啊 你说妈妈还偏心吗 不偏心 我一点都不偏心 看看 那我偏心 соб到 这是 发挤